1.超速驾驶金发女郎超速行驶,被警察巡逻车发现。 让其停到路边,警察恰巧也是一名金发女郎。 他要金发女郎车主拿出驾驶执照,车主狂乱地在手提包里找了一通,最后问女警,驾驶执照是个什么样子的玩意儿。 金发女郎警察生气地说,雨目脑袋,连驾驶执照都不认得,就是上面有你照片的那种方本本。 金发女郎又到自己的提包里狂乱地找了一阵子,发现一个方形的小镜子,他举到眼前一看,这一定就是我的驾照了,然后递了过来。 金发女郎警察接过来看了看,又还给金发女郎车主说,你可以开车走了,假如早知道你也是一名警察,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。 2. 打个赌。漂亮的金发女郎坐在树下和哈巴狗玩耍,这时两个年轻小伙子正坐在他对面闲聊。 青年甲,那女的傲得很,谁都惹不起他。 青年姨,我不信。青年甲,假如你能走过去和他对上两句话。 我佩服的五体投递,青年姨想了想到,我们打个赌。我在八秒钟内,叫他又笑又闹。 青年甲,如果你能做到,我请你一桌酒。 青年姨起身走过去,摸了摸哈巴狗头部叫道,爸爸。 那女郎果然禁不住笑了,以青年转过脸来朝他换道,妈妈。 女郎仪气非同小可,朝着青年又抓又打。自然,青年已赢了。 三,家具店老板。家具店老板去英国旅游,在酒吧遇见一金发女郎。 老板想给女郎喝酒,但是不会英语。就画了一张画,两个人在喝酒,于是女郎就喝酒。 又过了一会儿,老板想跳舞,就在纸上画。 两个人在跳舞,女郎就跟她跳舞。一曲跳完,女郎在纸上画了一张床。 两个人都很兴奋,老板也不顾会不会英语。 从桌上跳起来抱住女郎,你怎么知道我是卖家具的。 四,睡得有多长金发女郎拿个尺去床上量。 量看她睡得有多长,九,五,一位金发女郎。 一位中发女郎,一位电影明星,一位牧师,还有一位飞机驾驶员在一架飞机上。 飞机突然失速下跌,驾驶员对大家说,对不起,飞机上只有四个降落伞。 说完她自己拿了一个降落伞跳下了飞机,电影明星也拿了一个降落伞跳下了飞机。 然后那位金发女郎拿了一个跳下了飞机。 这时牧师对那位宗发女郎说,剩下一个你拿了跳下去吧。 宗发女郎回答道,没关系,这里还有两个降落伞。 刚才那位金发女郎拿了我的背包跳了下去。 六,拼图金发女郎花了半年时间完成了一幅拼图。 但拼图包装上却写着,只为二到四岁儿童。 七,开枪自杀镜子上为什么有动? 开枪自杀,不停地开枪自杀。 八,受伤的金发美女一个白肤金发的美女走进医生的办公室。 告诉她的医生说,我身上的骨头几乎每一根都断了。 医生说,这是不可能的。 白肤金发的美女说,不,这是真的,我证明给你看。 她就用她的食指碰了一下她的腿。 之后她就大声地喊,痛。 接下去她又用食指碰了一下她的胳膊。 然后她又马上尖叫地说,痛。 最后她又用食指碰了一下她的肋骨。 之后她就痛得不能忍受,泪水开始流了出来。 然后她对医生说,你都看见了。 我告诉你我身上的骨头每一根都痛。 医生想了一下,后就为她快速地检查了一下。 检查之后医生告诉她说,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 好消息是,你身上的每根骨头并没有受伤。 而坏消息则是,你的食指受伤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